我现在感受的时候 感觉我有很多复播 来 有没有 有 开不开心 开心 身体要不要健康 有 321上了一剑 大家期待吗 期待 哇哦不哇哦 哇哦 陪伴不陪伴 陪伴 321上了一剑 大家说他们考试会不会有个好结果 那必须有好结果 会不会有好结果 会 会不会有好结果 会 有复播源是什么感觉 这就是直播的感受 有点神不得意 好再玩一下 祝今天生日的你 生日快乐 后面的日子生日的你 生日快乐 今天之前生日的你 生日快乐 预祝大家中秋节 中秋快乐 没默契 大家看12日周深在 《铁猫精灵》的直播了吗 昨日周深在郑州录制 河南中秋晚会 录制结束就马不停蹄地 飞往杭州 晚上参加天猫精灵的直播 看周深直播欢乐多 昨天直播都已经下班了 想起自己画的画会上线变成 WOW的屏保 然后穿个白T就这么水灵灵 跑进直播间修改画像了 他觉得之前画的眼镜不够好看 又来修改一下 修改过后是比较好看了 这眼神一下子就聚光了 周深真是尝爱生命 直播间还说生命是家人呢 所以一定要把生命画得漂漂亮亮的 听我不该 我的姿态 查出大家订单 如果你们是在宝宝或者东东或者其他 只要在我们关琪买的 刚才他们跟我说我眼睛画的不是很好看 我读一下 好好好 今天刚才说反正眼睛画出来不是很聪明的 然后发完我就听那个 当刚才喝了那个 当刚才我记得的歌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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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歌是给我唱的吗 因为我觉得怎么都想象不到自己会有一首这样风和的自己 那个情果不改之后他们就说虽然是最风格上是最不周深的一首歌 但是核心内核法是最周深的一首歌 最周深的一首歌 我现在感受的时候感觉我有很多副播 来,有没有? 有! 开不开心? 开心! 身体要不要健康? 有! 三二一三里见! 好好好,原来是这种感觉 来,其他吗? 其他! 哇哦! 陪伴不陪伴? 陪伴! 三二一三里见! 周深宝贝 周深宝贝 是让周深跟我说一下宝贝 但是不可能叫你们宝贝吧 终于就是我的家人 所以再看到这个我觉得很好玩 湖南家常 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巡演的城市 然后好像是 他们怎么说 叫环湖南 环湖南开演唱会 对不起,我突然很想笑 因为过年的时候 不都很希望我们表演节目吗? 是的 我突然觉得过年的时候可以说 你这么会做PPT 给家里亲戚们讲解一个开PPT 逗逗我和宝宝的朋友们注意了 妮妮和爹爹 给大家准备了很多 仔细品 大家记得抢户带哦 对,左右两边都有 是的 左右两边都有 大概在 对 这里 其实这里都有 心灵的抢户 各位朋友们 大家记得 谢谢周深老师 拜拜 周深每天都在工作 都在忙 未来飞去的行程好满 他真是一个超人 小小的瘦瘦的身体 然而却精神饱满 快快乐乐的 周深的脚步 你跟得上吧 昨日又有消息透露 9月16日 周深将参加北京卫视在居庸关的中秋晚会直播 前两天 北京放过居庸关配了周深的光亮 中秋词条带了光亮 无光 小美满 所以这次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三首当中的一首呢 所以这个中秋 周深又有包括北京卫视在内的四大卫视秋晚舞台 央视秋晚湖南秋晚河南秋晚北京秋晚 今年舞台播出时间大概分别为9月16日19点30分 北京卫视中秋晚会直播 河南卫视中秋晚会9月16日20点10分 央视中秋晚会9月17日20点 湖南卫视中秋晚会9月17日20点 这个中秋之夜估计大家的观看设备又要忙碌起来了 米子们忙得过来吗 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中秋佳节制月圆人团圆 我在辽宁沈阳向海内外的华人朋友们送上中秋祝福 祝大家团圆美满幸福安康和和美美花好月圆 和家欢乐祝大家春秋节快乐总秋节快乐 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中秋晚会 关注CCTV4新媒体我们不见不散 10月19日周深将作为特邀嘉宾参加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开幕节目 谈顿大师交响师声音合流音乐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票 除了香港文旅局局长在致辞时说 内地赤手可热的歌手周深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公报中也是说 更要的是内地赤手可热的流行歌手周深做特别嘉宾并现唱一曲 期待周深的演唱可见周深的影响力 这场音乐会昨天上午开票不过开票很快就售庆 这场演出有内地赤手可热的歌手周深参加 将在香港红刊体育馆演唱主题曲 为观这次抢票盛况周深的香港粉丝也是很多 有点像正在内地开巡回演唱会 门票常常被封抢 只要有周深一票难求 这就是国民歌手的影响力 刚好是那个看了一些那个Celine Dion的那个 纪录片的片段 然后就会很很感动 就会觉得她真的是世界级的女歌手 但是愿意去把这些这些片段去给大家看 我觉得是很鼓舞 至少很鼓舞我这个作为歌手的人 会让我越来越珍惜 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机会 然后她在那个纪录片段里面有一首叫 Love Again 她里面那个就特别感动我 那天我看完这个歌的那个片段就 哭得不行 就立马就发了朋友圈 她那个歌词也特别好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用去创造那么多奇迹 当我们还在那条路上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所以真的不用给大家 不用给自己太多压力 不要太苛责自己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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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都会刷到刷到一些 我觉得很很有趣吧 可以去从其他人的角度去看一下 我在我台上唱的歌会怎么样 很漂亮 很漂亮 这是一个美丽的例子 就是一个艺术 就是让一首歌哭泣 这就是一个 很多歌手都在努力 他的声音很棒 来吧 Kate 唱一首 我知道你懂得的 我能不能 我跟他不太好 因为我自己也会彩排完之后 都会去看那个彩排视频 就希望有个更客观点的角度 去看自己唱歌 所以就是有责改之无责加免 对 就自己怎么去表达还是最重要的 那你有没有看到过 会觉得就是网友 听到你的那些歌曲 最夸张的表现是什么 最夸张的表现 好像有看到韵蓝 就哇 那我就说哇 这么吓人吗 就是嘴都咧开到太阳穴那种 哇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反正就很开心 就是被听见 就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我之前看到有人说 就是 这是人类能够发出来 谢谢 谢谢 我是人类 好 那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 或者说最希望大家 有时候去reaction 没有最 我觉得都 希望大家去听一下 自己的新专辑 就要翻身代词 声是周深的那个声 不要像我一样写错 因为翻身代词 本来它就是语言学里面的 一个代词的一个名字 所以当时就习惯性的写错了 期待大家 希望恳请恳求 求求了 去叮叮吧 有没有这样的专辑 我们做的真的很辛苦 但做完之后又真的很开心 就当录完最后一首歌 录完最后一个outro的时候 我跟雷哥前雷 我们俩都是 啊 终于做完了 所以真的是很 很很很 很 我觉得很用心了 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 很用心 却我也把自己的很多碎片 和真情实感 或怎么样 都全部都放在了 这张专辑里面 所以恳求大家求求 去听一下 因为被别人了解 或者理解 是一个很奢望的事情 但就是恳求 求求大家去 走进一下这个世界去看 你